大家好,我是李船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欢迎走进航海的世界 关注航海人的生活 那上一期节目呢,咱光顾着聊天了 结果这个懒生呢,咱也没有时间去看 那这期啊,咱把这个补回来 咱去看懒生 看看这个大船呢,它是如何牢牢的靠在码头上的 那行,咱们就去船尾 好吧 去船尾湿地考察 我看这怎么又下雨了呢 还有风,这风还不小 我就发现只要我一出来啊 它不是下雨,就是刮风 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赶上猪八戒出场了 其实我刚才在驾驶台扫了眼 看了看,觉得目测还行啊 判断失误了 而实际上大家看,还是有风浪的 还是有风浪的 这个这边是上风 就去走左旋 这样不行 这个鱼发现又下大了 我们顺着这个梯子下去就能来到后甲板了 这好家伙是水来弄 都淋湿了 都淋湿了 对吧 左旋一组 中间两组这三组缆 再加上右旋这一组 所以呢 一共是四组缆车 那我们就看这个蓝组 那我们就看这个蓝组 那这个就是大蓝了 它盘在上面 那这它的材质是什么呢 它是尼龙和锯脂混合编织而成的 双骨边角蓝 这种蓝组是很重的 很结实的 那它重多少呢 重855公斤 就这一盘啊 200米长 它是200米长啊 重855公斤 那这个蓝组有多粗呢 它的直径啊 是75毫米 就是7公分半 这么粗 它的破断拉力呢 是大概1300千牛左右 就是130吨左右了 也就是说用130吨的力量 才能把这个蓝绳呢 给它拉断 就这么结实 我们看这条蓝绳的这边 上边有一个 我们叫批八头 这个批八头就是一个套啊 要套在蓝装上 这个目的 这个作用 那在前面呢 还有一根银蓝 那小绳子就是银蓝 每一根蓝绳上 大蓝上都有这样的批八头 我们看这边也是一样的 也有批八头 那我们来数一下 一共有多少根蓝绳 在蓝车上 这边一根 它旁边的蓝车上 也有一根 两根 往中间走 这一组上面也是两根 三根四根 那旁边的这一组 同样也是两根 就是五根和六根 那边那一组 同样就是一共是八根蓝绳 这是船尾的蓝车上的蓝绳数量 那船头是一样的 所以加在一起那多少呢 十六根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十六根蓝绳 是如何把大船绑在码头上的 那咱既然来船尾了 咱就顺便看一下这个楼仙桨排水 这个是两个捣乱孔 那一会儿再说 蓝装什么 一会儿再讲 咱先看螺旋桨 螺旋桨你是看不到 但是它排出的水花 能够看得到 强劲的动力 呼呼的排水 那船才能往前进 你看这个天阴沉沉的 多讨厌 好我们看蓝装吧 那这个呢就是蓝装 它的安全负荷是九十吨 两个 都有很多啊 这个就是捣乱孔 刚才说了 捣乱孔 咱们看看这个捣乱孔 那蓝绳就是从这边出去 从这两边这样出去 它避免蓝绳磨损 它是七十四吨 那这边还有很多啊 这个是导向轮 那蓝绳呢绕在它上面呢可以转向 走不同的方向 这导向轮 这边还有很多 都大同小异 这边也是个蓝装了 是七十四吨的 那船头的布局呢和船尾差不多的 大同小异 这风雨交加的船头 咱就不去看了 下面咱就看一看啊 这个大船是如何带蓝绳的 先来看图 那这张图呢 这边是船头 这边是船尾 它是以右旋靠码头为立的 它这张图啊 只是告诉你各个蓝绳 是如何带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基础概念 那从这个蓝装 分出去两根蓝绳 带到船尾方向 那这个蓝绳呢 就叫船尾蓝 就叫围蓝 中间的这个分出的蓝绳 带垂直于码头 这个呢叫什么呢 叫横蓝 这个蓝装向前带蓝绳 这个蓝绳呢 就叫倒蓝 sprit 这是船尾 船头一样 这根蓝绳叫头蓝 这个蓝绳叫横蓝 这个蓝绳叫倒蓝 当然它是手倒蓝 倒蓝就是sprit 而实际的工作中呢 我们不那样带了 这个横蓝 我们几乎不带了 这个蓝装 比如说左旋靠啊 这个蓝装 两根蓝绳向前带 那就是尾倒蓝了 这边四根蓝绳向后带 就是四根尾蓝了 如果你想添加蓝绳 尾蓝有风有流的话 添加蓝绳的话 再多带两根了 就是尾蓝 倒蓝和尾蓝足够了 穿头一样 四根蓝绳出去 那就是四根头蓝 你左边靠 你就用左边的蓝车 向后带就是手倒蓝 如果想添加蓝绳 就利用这两根蓝绳 非常简单 那我们看一下现场 我们这次呢 是左旋靠 我们看到面 那个一组蓝车 它有两根蓝绳出去 那它这两根蓝绳 带的就是倒蓝 我们绕过去到那边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倒蓝 看到了吧 它上面挂的那个是老鼠挡 是防止老鼠爬上来的 这就是倒蓝 再来看围蓝 那中间这两组蓝车 向船尾方向带出的四根蓝绳 就是围蓝 是向后面方向的 刚才那两根倒蓝是向前的 这种带法就叫四加二 一般情况下是足够了 如果需要加蓝绳 加了比如说加两根尾蓝 那就叫六加二 船头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呢 在无风无流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 十二根大蓝 才能把这个船呢 牢牢的贴在码头上 当然了 不同情况下呢 各个蓝绳也有它不同的带法 那带蓝 解蓝的顺序 以及调节蓝绳松紧的这些方法 咱们单独再做一期节目呢 再给大家做介绍 好吧 那好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这期呢 就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